前尘影视 如梦如幻 泰山北斗 永垂高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上集我们说到 杨贵子并没能招到 程太太丈夫的魂魄 还说她的丈夫 堕了地狱 惹得程太太恼羞成怒 为了收场 杨贵子说 招心死的人出来做证明 却不想峰回路转 引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程太太有一位大儿子 刚在窑子里死了不几天 说这话时 从旁有人想起 程太太的大儿媳妇 说 大少爷不是刚死了不久吗 既然他现在能招魂 可以借这机会 叫少奶奶花几个钱 把大少爷的魂灵招揽 一方面可以说说话 一方面还可以证明这件事 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恐怕 程太太不乐意 打算自己花钱 所以先给程太太商量一下 程太太说 你们的事情我不问 洋人也在旁边插嘴说 要愿意再做的话 我可以肩胛 算五百元 大少奶奶很年轻 男人又刚死过 心里正在很哀痛的时候 也很想把她招来见见面 说说话 安慰一下自己的心 就是花上五六百块钱 也算不了一回事 于是就把死者的生辰八字 以及死的日期开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 洋人重行登坛去做法 这一次不像上次一样 登坛不一会儿功夫 鬼就来了 来的时候 先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顿 以后又说话 她的女人问道 你是某人吗 是 一点不错 你在阴间怎么样 因为我刚死过不久 还在疏散鬼之内 未受拘禁 过几天 过几天 恐怕一点鸣 就要受拘禁了 唉 我在世间的时候 整天花街流向 吃喝嫖赌 不做正经 造下这种孕啊 觉得很对不起你 现在 我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 也没办法 除非你们能够做功德 念经 超度我 在我那件衣服里 还有一张支票 你可以到银行取出来 家里的事 你多费心 要好好照管孩子 有人到那件衣服里找一找 果然在口袋里 有一张支票 这时候 在旁边看的人 又把他的小孩子抱来 故意让他问 你是我父亲吧 是 乖孩子 你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这时 鬼也哭 家里的人 也哭 弄得客厅里 一片哭声 尤其是他的女人 几乎哭得不成声 后来 他在极端的悲痛之中 忽然又想起 刚才 要请他老太爷的事 又问 最初 请咱父亲 为何不来 听说 他已经到地狱去了 说这话时 鬼的哭声 更大 程太太在旁边 听着也沉不出气 忽然插嘴说 你父亲 一辈子 行好做善 重修某隐寺 闯修某佛寺 舍茶舍药 广作不诗 饮诵经典 他 他有什么念 还得下地狱 他一边说 还一边着急的 了不得 我问过他 鬼 对程太太说 听说 因为我父亲 原先困穷的时候 在北京做官 有一年 正值山西年岁不好 闹激警 皇上派他到山西 办政绩 国家发了六十万两银子的 政绩款 我父亲违法贪污 完全入私囊了 因此啊 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 后来 朝廷又派专使去调查 我父亲又行了 几万两银子的贿赂 把这件事情 就掩饰过去了 因此 罪孽太大 所以到阴间没几天 就转到地狱里去了 你父亲 一辈子做的善事 也不少啊 就是有罪的话 将功折罪 也不至于下地狱吧 那 他的功固然有 究竟抵不过他的罪 有功德将来 可以上天去享福 那又是一回事 而现在所欠的 这些成千万的人命债 还得先要来补偿 程太太听到这话 更加火了 既然做善事没好处 我们还行善做功德干什么 赶快 赶快派人到某佛寺 把寺拆掉 把那一些僧人 完全赶跑 这一幕中法合眼的鬼剧 到这里算完了 没了 弄得某佛寺 却内外都不安起来 地牢讲到这里 碎文五道印 这件事 这件事 在上海闹了很多日子 差不多 人人都知道 你和程某是至亲 究竟 他在过去 有没有这回事 五道印 沉死了半天 吞吞吐吐的 怪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 正在穷得难过 这事情不能说一定 大半或者也许有 我不敢说 话讲到这里 也就无人再往下说了 这时去请地牢的徐文卫 居士也在做 他原先学过密宗 会东密的金伦度试法 在吃过午饭之后 他还特意演习了一次 用一张宣纸 钉在墙上 像看圆光似的 找几个小孩子 在一边看字 大半 他的功夫 还未能相应 或者小孩子欠灵活 事实上 事实上 这次是没看到字 究竟我说这些 我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 干什么 就是让大家要相信 鬼神决定是有的 地狱也决定有 因果 因果也决定有 但这些事情都不出乎心 就是十法界一正二报 也不出乎一心 所谓 所谓万法唯心 一切唯心造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 千万 不要灭了自己的良心 如果灭了良心的话 早晚 这因果报应 要轮到你身上 例如刚才所说的那件事 西洋人本来是中科学 而他却能把鬼招来 使鬼痛说 他在阴间的事 这不是给因果报应的 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段奇闻最终落幕 可见 鬼神是决定有的 因果也决定不空 想来 这也是地牢 讲这段故事的初衷吧 太上感应篇开篇说道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善恶可否相抵 这其中的道理 耐人寻味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